歡迎學習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家綺 那麼這集我們要怎樣帶您 從國內政治談到國際的局勢 那麼加入我們這集的來賓 包括有耶魯的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亮哥 午安 大家平安 還有我們的國際政治專家 賴岳謙賴老師 午安 主持人好 個人朋友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前空軍副司令 張延庭 張將軍 午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立法院現在正在發生的進行事 透過我們的畫面你可以看到 其實剛剛韓國瑜有一度進來 但是也引爆了藍綠的衝突 那麼現在你可以看到 在主席台上的 就是今天早上被推倒的 國民黨立委陳金輝了 那麼陳金輝現在依舊是守在了 這主席台的第一線上面 不過你可以看到 在主席台的另外一邊 已經有民進黨立委正在備戰 蹲著的這個人 就是民進黨的台南立委 同時也是賴系子弟兵的郭國文 那麼他的前方 還有這同樣是台南立委的王定宇 以及彰化立委黃秀芳 也都在這現場 那麼我們可以帶你看到的是 包括陳秀寶 他們都在這個現場 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突襲的機會 只不過就在剛剛 這個爆發衝突之後 韓國瑜是快速的進來 那麼原本以為 現在藍綠 白就此要一戰了 不過韓國瑜是宣布了 休息要再協商 也因此讓很多人都一頭霧水說 還要再協商 那麼今天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 原定今天國民黨的立委們 要在等院會結束之後 要到太平島去 那麼他們要先飛到屏東 不過現在看起來 恐怕只能租遊覽車 晚一點再到了 稍待一會 這個國會有最新的情形 我們會馬上帶你看到 現場的畫面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今天的國際局勢焦點 尤其是鎖定在亞洲的部分 先帶你來看到 現在美國是不是轉身 跟中國走熱了呢 因為現在習近平說 台灣就是新柏林 曾預測 習近平八年內攻台 現在美國學者呼籲借鑒冷戰經驗 建立台海的柏林圍牆 美國國安專家 阿爾佩洛維奇他說 美國可以從冷戰時期的柏林危機 找到擺脫美中地緣政治對抗困境 維護台灣和平的答案 那就是在台海兩岸 建立一座象徵性的圍牆 只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美國國防官員 現在跟大陸視訊會談 強調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到 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現在是跟中央軍委會 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的主任李斌說 雙方談及保持公通管道的順暢 南海航行的自由 當然也有台海和平穩定等議題 只不過你看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跟董軍 他們你在新加坡會晤了嗎 睽違兩年將面對面重啟對話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 如果中美防長確定出席 預計5月31到6月2號 在新加坡舉行的桑格里拉對話 董軍跟奧斯汀在場邊 會晤的機率可能會大增 而且他們上個月才透過電話交談 這次的會議將會是 中美國防部長兩年來首次 實質的面對面接觸 只不過現在中國大陸 當然也要宣示它的主權了嗎 我們帶你來看到 中非黃岩島的爭奪戰 南海爭議的部分 現在網路上盛傳這個消息 什麼消息 有千艘的中國漁船奔赴黃岩島 要回應菲律賓的示威 那麼我們要帶您看到這段畫面 這個北京廣播電視台 旗下的媒體北京時間 他們發布的短片說 解放軍今晚約我一起去黃岩島看海 那麼他說現在要讓他們漸漸試面 只不過你可以看到 中國海警現在也在黃岩島的海域 展開了日常訓練 尤其是中國海警3502艦 為其他執法艦艇進行一個海上的補給 尤其是現在南海的情勢升溫 菲律賓打算向日本 添購五艘大型的巡邏船 我們可以看到 菲律賓與中國在南海的爭端 越來越升溫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將向日本添購五艘大型的巡邏船 最快17號跟日本簽署一個 合作的備忘錄 只不過在印太的航母站 是不是同步也開打了 我們帶您來看到 陸06電磁彈射兩棲攻擊艦 第一次曝光 戰力直追遼寧艦 076確定採用的是 平直甲板電磁彈射信統 雙箭導的設置 而且它的排水量 可能會超過五萬噸 幾乎是首艘航母遼寧艦 一樣的相當的實力 未來固定翼載艦隊 開發機成熟之後 076的戰力將會 趕上或超越遼寧艦 最終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在美軍的核動力航母 雷根號結束了九年任務 現在喬治華盛頓號 將接棒進駐日本 那麼雷根號離日的此時 陣逢中國在印太地區 擴張勢力的敏感之際 美駐日大使就講到了 兩艘航母將無縫接軌 完全交接任務 似乎也在暗示大陸 你不要趁機作亂 但是現在 書密院10號就說了 印度也要建第三艘航母了嗎 印度的防長 他就有講到了 印度很快將開始建造第三艘航母 因為中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海事歸來 刺激了印度 讓他們覺得我們也一定要跟上 印度的歐亞時報就說了 印度的航母擴充計畫 就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你怎麼看習近平現在 這個柏林圍牆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知所云 因為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柏林是個城市 基本上他的周邊就是東德 他是在東德境內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對塔海的問題 不要用比喻的 要把你的具體概念講出來 事實上軍方的人 都是可以溝通的 所以我不知道 像這樣的國安專家 就基本上可以請他不用上班了 你用比喻的要是要幹嘛 你要提出具體的方案 那到底你是要怎樣布置軍力 為什麼會構成恐怖平衡的效果 這個都是可以研究的 我是很不喜歡用比喻的方式 回答這個很具體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當然那個 相關里拉會堂我認為 雙方的防長應該會見面 那事實上 中國大陸一定會在這個場合 對這個美國直接提出 菲律賓中程導彈的問題 這個也是空前的 至於中非的對峙 我坦白說 就是 現在確實有人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中國大陸是不是要在這裡 要表現出一定的力量 讓菲律賓建好就收 對 因為事實上2015年我們也知道 中越是真的發生衝突 981專警平台的衝突 之後反而讓中越 逐漸就開始想 我們就看到後來 就是去年11月 中越就又恢復了高層的破冰 那現在關係也滿不錯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 到底要到什麼情況之下 那菲律賓才會見好就收 我覺得是這樣 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是不是撐不住美國對你的壓力 就美國要你做這個事 那你擋不住那個壓力 那如果是這樣 那就只能夠實力解決了 就是中國大陸訴諸實力是給美國看的 所以你不會得逞 那中國大陸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思考 就是他也要做給東南亞的國家看 所以他如果太用力 那又怕會讓東南亞的國家感到害怕 對 對中國大陸說 你大欺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拿捏的過程 就是一方面對美國不能試做 那不然如果這樣試做 那就沒完沒了 美國以後叫誰來 這個相裝舞劍再跟你鬧一鬧 那豈不是沒完沒了 可是他又要讓東南亞的國家 有一個默契 說其實我已經忍耐很久了 那可是他這樣 我總是要有點展現我的力量 讓他自然而退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大概是在跟東南亞其他國家 尋求互相理解的過程 當那個理解過程差不多的時候 我認為他大概就會動手 比如說我們最近就看到 新加坡的這個新任的總理 洪勳差 他就把話講得很白 他說南海不是只有美國獨大 說東南亞國家都不想有這種局面 然後他們基本上是希望 南海行為準則能夠通過 你菲律賓也是東南亞的國家 那南海行為準則 你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 那有必要用這個方式不斷的 來製造這個海域上的衝突嗎 而且知道你也打不過中國 所以就不知道你是 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確實大陸那一邊的 就是覺得說我們不能夠示作 我們要做出更大的動作 讓美國知道 你這樣強要求 菲律賓不斷的騷擾是不會有結果的 這個聲音確實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 中國大陸 以東南亞國家的 整體的觀感為主 希望透過外交解決 這個基調仍然存在 所以就是這兩個之間 在拿捏之間的比例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同步先帶您來看看 在國會議場的最新畫面 你可以看到就在剛剛韓國瑜 有短暫的進到了議場之後 現在國民黨立委跟民進黨立委 再度發生了口角衝突 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原民立委 正天才是相當的激動 那麼面對的對面 就是這民進黨立委洪生翰 那麼現在雙方還是處於 在一個口角衝突的階段 會不會像早上一樣 爆發激烈的肢體衝突 現在似乎還在等下一步 兩邊要怎麼做 不過你可以看到 現在在立法院的現場 可以看到很多的立委 已經開始在表達他們的不滿 剛剛甚至一度民進黨立委 想要衝上主席台 這個金門女戰神陳玉珍 還一個人擋十個 成功的把這個民進黨立委 給擋下來 那麼他的宿敵嗎 可以說是宿敵嗎的黃傑 那麼黃傑就大喊說 千萬不要來拉我 那麼沒想到他們上主席台 還是擋不過陳玉珍的攻勢 最後國民黨現在 還是守住了主席台 稍待一會兒 如果有更多的衝突畫面 我們馬上會帶你回來繼續看 我們先來問一下 賴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中非的黃岩島 真多戰 有一個新的局勢 因為大陸已經宣布 他們可以不經由審判 直接對於慶祝大陸領海 大陸領域主權的 外來的這些人員跟船子 進行逮捕 也就是說未來 大陸海警船很有可能 就直接逮捕了菲律賓的這些 違法的人員 那麼可以不用經過審判 直接拘留50天 然後再放回去 我覺得 菲律賓要面臨一個新的情況 其實這個做法在過去 日本也幹過 對我們台灣的移民也幹過 那是我們的台灣的移民 在日本跟公海的經濟海域的 交流這個地方 我們的漁民在撒漁網的時候 有的手法因為漁網撒得很長 有時候會不小心 有沒有飄過去也不確定 但是日本不管你有沒有 足夠的證據 他就一不做二不休 就把我們的台灣的漁民 或是漁船就扣了 然後甚至把我們的漁船 就直接就壓到這個琉球群島 然後就直接運到本土 然後就經購審判 要 台灣就變成漁會要去籌錢 去把人跟船這樣 要把它鎖回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日本對台灣的漁民 幹過這種事 台灣民進黨政府嘴巴閉得緊緊的 一句話都不敢講 現在大陸也未來有可能會對於 直接侵犯大陸 這個是一段線的這些島嶼的 還有領海的 還有經濟海域的這些漁民 那麼直接採取逮捕的行動 這不能排除了 我們要看看就是美國敢怎麼樣 坦白講我們可以大膽的 預測美國什麼都不敢幹 我們很篤定的說 美國不敢在南海跟大陸 爆發軍事衝突 為什麼 沒有這個本事 沒有這個膽氣 而且不會沒有理性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勝算 而且他會損失很大 沒有勝算損失很大 而且還爆發兩國戰爭 兩國軍事衝突的 為了一個跟他不相干的島嶼 所以我覺得美國目前的做法 都是在虛張聲勢 撞槍作勢 這個虛張聲勢跟撞槍作勢 早就被大陸看透了 也看破了 所以解放軍的動作態度你看 是很強硬的 一點都不退縮 美國越完 菲律賓越完 就只會讓他們自己 越回頭土臉 而美國在南海這個地方 失去這種信任的程度 就會越高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另外我還是講一下這個蛋頭學者 這個蛋頭學者真的是不知所云 為什麼 柏黎圍牆是誰蓋的 是西德還是東德 柏黎圍牆是東德政府 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說 美國政府是東德政府 所以美國政府是集權專制的國家 所以因為柏黎圍牆蓋的目的是 不希望東德的人跟西德的人來往 他的意思也就是說 不希望台灣的民眾跟大陸來往 要築一個圍牆 蛋頭怎麼會有蠢到這種地步 然後沒知識到這種地步的 所謂的學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怎麼蓋 第三個你根據什麼來蓋 美國政府到現在 還是一個中國政策 你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好 蛋頭不要蛋到這種程度 這個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很匪夷所思 好 我們再稍微帶您回 回來看一下立法院的狀況 那麼就在剛剛發現了一件 很離奇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國民黨立委 當然都拿出標語了 當然要來應戰了 不過剛剛據現場的記者回報 這個立法院的秘書長周萬來 他的議事錄跟文件 竟然被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疑似是整個暴走 暴到了民進黨團去 很多人就很納悶 你拿這個東西到底要幹嘛 那麼現在韓國瑜也沒有出現在 立法院的議場裡面 接下來還會怎麼進行 稍待一會兒我們再回頭帶你來看 我們先來問一下 張延庭 張將軍 你怎麼看這個印太的航母艦 對 這個航母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中國大陸 它現在就是076的兩棲作戰艦 已經這個快要 已經告了一個段落 已經 它的整個進度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甲板 都已經幾乎完成了大概80%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076的作戰艦 兩棲作戰艦 它的功能在哪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出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 中國的造進的速度相當快 它現在那些不管是萬噸驅逐艦 或者飛彈驅逐艦 飛彈巡防艦都出來 大概數目差不多了 總共大大小小加起來340艘 告一段現在發行大型 像福建艦還有076 兩棲作戰艦也出來了 它現在小型的中小型的 盾位的包含一萬噸的 都就位了 現在往大型的走 這個076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將來是針對它的任務特性 我們可以講第二個 它是針對任務特性 將來是它也有電磁彈射 電磁彈射的話 這變成無人機的 我們講無人機的這種作戰母艦 以將來的時候 不管是攻擊11也好 飛鴻97的無人機也好 真打一體的 都可以上去了 它上面有電磁彈射出去 這無人機當然可以回收 它已經看到未來的無人化的戰場了 這一艘跟遼寧艦 山東艦 福建艦不一樣 它要做一個區隔 所以它現在 往這個076上面去發展 第三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已經這個創新 加速創新 就是這個兩棲作戰艦的076 盾位大 它盾位大概是 將近5萬噸 大概5萬噸 但是它的馬力比較小一點 大概10萬5000匹馬力 像福建艦的話是20萬匹馬力 它大概福建艦的一半 10萬5000噸 5000匹的馬力這樣子 但是它盾位滿大的 5萬噸跟8萬噸 沒有差多少 但問題是它將來裝的是無人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無人機彈射 無人機回收 因為它上面有加攔截鋼繩 攔截鋼什麼 無人機懷落地 無人機落地都剛好掛到 而且我可以看到 因為比如說攻擊11 攻擊11它的驛展是 大概14公尺多 驛展 但是076它的寬度是46公尺的寬度 我一看這個剛好 因為它剛好提的話 它整個空間是很充裕的 然後它為什麼將來不會 我認為不會 這個殲15梯或者是殲35 是不會上去的 因為它這樣子過去的話 它的長度不夠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福建艦是320公尺 這個076兩棲鑽戰艦 只有240公尺 那長度是不夠的 所以我看待將來是直升 這一個東西將來是無人機 逆中無人機的 我們叫的航空母艦 就是076兩棲作戰艦 無人機的兩棲作戰艦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最後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